台东海巡队年仅21岁的黄信队员 10号晚间执行勤务时 疑似因灯光昏暗 不慎失足落水 被附近渔民发现救起 送医抢救一小时后 仍宣告不治 但消息传开后 让港区渔民 质疑海巡人员的救援能力 对此海巡队表示 将进行通盘检视 海巡署新造100顿级巡防艇 日前风光派驻台东海巡队 以提升台东海域巡防能量 以及任务执行效能 但才短短几天的时间过去 10号晚间竟然就传出 海巡队员落海身亡的意外 海巡队同仁 接力为落水的黄信队员 进行CPR及AD急救 随后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经过一小时抢救 仍旧回电法术 怀疑事发经过 10号晚间7点多 21岁的黄信海巡队员 一个人正执行勤务 疑似因港区灯光照明不足 视线不佳 而失足跌落两艘船艇之间 阵阵的排水声 引起了附近渔民的注意 这才发现落水的黄信海巡队员 赶紧协同路人 将人救援上岸 11号上午意外消息传出后 除了遗憾外 也让不少港区医民对于海巡人员的救援能力产生怀疑 对此台东海巡队作出回应澄清 并表示将进行通盘检讨 对黄信队员落海死亡台东海巡队都感到相当难过 稍早已经通知家属会同检察官相验 要厘清落海原因 并且朝向因公死亡 办理抚恤 介绍家会台东市报道